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老许说3D 有人说老许好像有段时间没有说3D了 干啥去了 其实老许也没有闲着 作为一个技术控 老许几乎每天都和牛魔王PIC打印机泡在一起 摸清他的牛脾气 降服牛魔王 我们的PIC打印机之所以叫牛魔王 是因为他比较牛 他挑战的不仅仅是难打的PIC材料 而且是高难度的高结晶状态下打印PIC材料 大家知道 站在塑料性能金字塔顶端的PIC材料 综合性能优异 耐高温 耐腐蚀 滋润滑 抗乳变 力学性能超棒 然而由于他的结晶速度比较快 对于3D打印来说 就不是那么容易驾驭了 PIC有两种打印模式 低结晶打印模式和高结晶打印模式 对应的打印枪体温度呢 一个是低于150度 一个是高于150度 目前市面上的PIC打印机 基本上枪体温度都低于150度 属于低结晶的打印模式 打印出来的零件呢 还需要经过几个小时的退火 才能进一步提高它的性能 而牛魔王的枪体温度呢 最高可达300度 是高结晶的打印模式 打印出来的零件呢 无需再经过退火处理 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性能 然而 高结晶打印虽然更好 但也更难以控制 如果没有对其特点有深入的了解和精准控制 就无法得到高性能 牛魔王打印机之所以牛 不仅牛在它可以打印PIC材料 而且牛在它较好的掌握了PIC高结晶打印的技术 当然 研发无止尽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我们一直在继续提高牛魔王的性能 没有最牛 只有更牛